嗨,我们英语新华的朋友大家好 借他们去目前的位置呢 在我们的南投 这一个鹿谷 就是我们台湾茶的故乡 洞顶山 这个鹿顶庄 在鹿顶庄呢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住宿 可以吃呢 道地的当地美食 那在我旁边呢 是我们鹿顶庄的老板 刘崇利刘大哥你好 好 我们这样子的话 两个人吃的餐嘛 对不对 那这个餐的话 也非常的经济实惠 大概多少钱就可以吃到 一个人300块 两个人600块 一个人300 两个人600块 老师告诉你 来鹿顶庄 早餐住宿就提供了嘛 早餐对 那晚餐在这边吃 一个人加300就好 那到底来鹿顶庄呢 可以吃哪些特色的美食呢 再请呢 刘大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我们鹿顶庄呢 我们这个咸猪肉 咸猪肉 对有时候变成香肠 是 这菜色呢 有时候会变化 有时候稍微变饭 是 变饭一下 好 有麻糊 所以因为季节性 整年都有竹笋 但是季节性 我们这会有所改善 是 但是这个焢肉呢 绝对是没问题 一定有焢肉 一定有焢肉 还有竹笋 好香哦 对 还有我们的名 白饭 白饭 白饭不够可以再添加 没问题 那没问题 你吃个饭 我吃个饭 还有这个 这道好特别 这个是鸡肉 鸡肉 有时候茶鸡 茶鸡 苦茶鸡都会有 看你喜欢什么味道 是 这也是我们主食 这个呢 哦 鸡仔肉 鸡仔肉 三层肉烤 鸡仔肉 鸡仔肉 是 那后续你如果说不喜欢 也可以 那个 豆腐乳煎蛋 豆腐乳煎蛋也可以 也可以 那我们的名产是豆腐乳 豆腐乳 换后水果 还外加个水果 两个人吃一个人加三百 真的很值得 非常的值得 物超所值 就是物超所值 那最后再请教呢 我们的这个刘冲理 刘大哥 观众朋友如果选择呢 来入顶座 对不对 来这边住宿 你觉得这边住宿 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这边呢 我们是以 空气环境为主 我们这边早上有日出 是 我们这边东边 可以看到一山 是 西边呢可以看到 澎湖的吉倍岛 六青就是在我们前面 是 那北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火焰山 还有夏天可以看到夕阳 所以夏天夕阳 夕阳大家都有 冬天是云海 所以我们这边的彩虹 彩虹 彩虹夏天可以看到 是 是 好像几乎说 大致的每一景 大致的每一景 我们这边都可以看到出来 是 那再来我们这边的空气 就是零无浪 好的空气 对 就是很值得 来这边就是放轻松 放轻松 放轻松 想土菜 空气好 环境好 所以呢 这个非常值得推荐呢 给大家 再次谢谢 谢谢葛大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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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咯 宇宙文报 下次见了 拜拜